他说 昨天听你讲 折祸去世的人也得要找提神 假如从出生就不吃肉 对父母 对公婆都很孝顺 对平人也很有善 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并且在四十九天内 为他制成超度 让他念佛 如果他能念佛会超生吗 如果他不愿意拉提神 就永无出妻了吗 去世时相貌与来生的去向有关系吗 我还听说一个孝顺的 哑巴遭雷疾 借过投身在富贵家 有这回事吗 这个都有可能 确实都有可能 但是 凡是狠死的 这个遇灾难狠死的 自杀的 都会找提神 有没有 有没有不着提神的 有 他真正有慈悲心 不忍心 害人 他也能超生 也能够超生 这个古人笔记里面 记载的例子很多 真正有慈悲心 那么如果是 家亲眷属 给他诵经念佛 回下 劝他 求生净土 他要是有这个意愿 有这个念头 都能得神 诚心诚意 求生净土 这一念 也就是 无上菩提心 这个话是 欧耶大师 在《弥陀经要节》里面 讲的 讲的非常之好 因为 一心一意求生净土 我们这五种心 同同居足 你要不居足的话 那你就没有诚意 所以这真诚心 就包括了一切 真诚心 求生净土 那么发愿 到净土之后 自己成就了 成愿再来 普度众生 那这就是菩萨大愿 这个大成交 完全相应 所以我们念佛 为这些亡者 回向 回向机 很重要 这个四弘师院的开导 也非常重要 劝他发愿 劝他求生 劝他 成愿再来 普度众生 这样就很圆满 这个 这是一个喇叭 造雷吉 投身造富贵家 他的条件 就是孝顺 所以孝顺这个德行 使他 能够 转世 比这一事 就殊胜多了 就提升多了 这一生 有这个残缺 来生就不会有了 总是善由善苦 握由握抱 我们一定要深一心 不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